歡迎來到Ball & Cut Games的教學 這次介紹的遊戲叫做Daisu 是一款初級難度的遊戲 適合2至4個人玩 大約會玩5至15分鐘左右 Daisu其實有像一款動物園的遊戲 我們叫做座大象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是一隻座大象的色仔 有特殊功能版 玩就可以了 看看你的配件是什麼 叫做Daisu 當然有很多色仔 整個遊戲會有50顆色仔 一會兒在我的色仔上面有什麼 再看這裡 這裡有4張卡 告訴我們每個玩家 參照當我打出動物的時候 我會用到動物上的功能 看看表面 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袋子 袋子前面有一個Daisu的Logo 後面跟這張卡寫的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當你打出去玩的時候 你又不用戴一個盒子 就戴一個袋子 就可以外出了 OK 看看上面的色仔 這些色仔 我們待會會去拿 然後再打出這些色仔 會有什麼動物會出現呢 我們看看這裡 跟大家講一下 我從這裡開始講 這個就是大象 黑熊 野豬 狐狸 蒼鼠 魚和幽人 是的 我將它這樣排 因為我們這個動物會有分體積 是的 體型大和小 這個最大 最小 就是這樣 好了 到這裡 這兩個泵不是動物 這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有機會摘到這兩塊東西 這塊東西 我們叫陷症 那待會我們會 有機會摘出這樣的陷症 我們會有些不好的東西 多出來一些 好了 然後到這個 這個成意 這個成意 是我們 待會我們去到 打出動物的時候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會有這樣的功能 會出來的 那這個就可以 將功能去到成意 就是用兩次 就是這樣 OK 好了 講一下遊戲的準備 遊戲的準備 就是把 全部的色仔 這些我一會兒做示範 我就先放出來 好了 將全部的色仔 放在袋裡 那我們先前底 洗勻它 這樣我們就會 在袋裡 我們每個Player 再拿到12粒的色仔 好了 那現在每個Player 有12粒 好了 那我們四個玩家 好了 這樣吧 OK 那之後呢 我們每個Player 拿到12粒之後 我們就去打壓一次 一無球 他先前底 在那裡洗勻它 好了 那我摘完之後 原來我們就 最好把紙的色仔 我便編排 那... 那... 不同的種類 好了 那我就... 那時間的關係 我就可以快一點 好了 好 爬完 好 爬完最先爬完那個 是沒有好處的 OK 好 那爬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遊戲了 OK 那我們找個喜事玩家 現在... 去到開始遊戲了 好了 那... 我們呢 我們會輪著 在自己的色堆裡面 就會出一些色仔 那這個遊戲 我們怎樣為之贏 那哪個Player 去到最快 把自己手上的色仔 那就贏了 那怎樣為之輸呢 那輸其實有很多個 輸家 那最慘是怎樣呢 好 OK 我看到這張卡上面 我們旁邊有個分數 對 那... 那如果你有些未打出的色 那我們就會計分 那... 這個遊戲呢 我們鬥 低分的 對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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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之後就去到... 進行遊戲吧 那... 那... 那如果這個Player 他要打個色仔去到外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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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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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那... 他選擇帶一隻狐狸 到下一個玩家再出他的色彩 他可以出什麼呢? 或者是怎樣出不出呢? 他必須這樣說 他有幾個情況 他可以出一隻 體積比他大 他就像這個 所以他可以出野豬 黑熊或者大象 我已經夠抽了 他選擇出野豬 但你記住 他可以出一隻狐狸 如果他可以出不同的動物 他只可以出相同的數量 顧駕駛如果他出兩隻狐狸 你就可以出兩隻野豬 放出來 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放三隻野豬 記住 或者你有個情況 譬如現在他出 一個這樣的狐狸 你可以出多 以上的狐狸就可以了 譬如你出兩個 或者三個、四個、五個、五千個 放出來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體積比他大 一個數量比他大 當然我提積比他大 數量是要一樣的 好 我們如此類推 我們這樣出 你如果出不到 怎麼辦呢 出不到的話 你可以選擇 把自己的選擇 選擇的色 去Reroll 你選擇B色 去Reroll 譬如現在都可以 出不到 去Reroll 譬如這些很貴窄的 例如這些陷阱 我們就Reroll 連這些東西 好 重炸 重炸之後 我們再排 一些次序 現在很厲害 有四個大品醬 就是這樣 譬如他出了狐狸 他出了一個 黑熊 這個狐狸就被人取代了 放出去 出一個黑熊 譬如他出一個大品醬 黑熊 他被人取代了 黑熊 他出了大品醬 下一個 可能會出兩個大品醬 這個大品醬 這個大品醬 被人取代了 對 如此類推 總之計出過 就放在桌面 其他被人取代的 就放在一、二面 好了 OK 剛才說過 我們會 打出動物的時候 我們會觸發到 一些特殊能力 那是什麼能力呢 好 OK 看這個表 好 好 第一 大品醬 沒有功能 好 第二個 黑熊 黑熊 他就說 你可以選一粒色去召集 你可以選自己 或者選人家也可以 這個很簡單 好 第三個就是野豬 野豬 他就說 你可以把自己的粒色 跟其他Player 交換 一粒不一粒 好 第四個 狐狸 那狐狸 那狐狸呢 OK 狐狸 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一位Player的一粒色 譬如 這個Player有大份獎 大份獎 你覺得他很厲害 抽 你就把它 踢開它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當然 當然 人家都會少了一粒 人家有好處 有機會 OK 之後下一個 重選 可以加一粒色 你可以選擇 因為Player 可以在那個袋裡 再抽多一粒色 好 之後到 下面這兩個 陷阱 就是浸送 你要把自己的粒色 轉浸給其他玩家 對了 之後到 下面這兩個 陷阱 陷阱 是禁止 不能打出的 那代表什麼呢 那代表 假設我有陷阱的粒色 我是不可以打出的 那這些陷阱 我怎樣才能打出呢 你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你Reroad 變回動物 第二個就是你 好好心地 將它轉浸給其他人 對了 這就是陷阱 好了 那到下面 一個是有誠意的 好 那什麼叫誠意呢 誠意就是當你去到 這個功能的時候 你可以重複做多一次 因為就算你打出那個動物 你打100隻都好 你都是觸發到10次的功能 對了 那你唯一可以把動物 打出來 譬如現在我打 兩隻幽隱 加一個誠意的話 我一起打出去 好了 誠意 不是沒有其他 什麼體積和數目上的不同 我只是依附著它 好了 那當我這樣出的時候 好了 那我就可以去到 幽隱 胡桂遊說 你可以把自己的兩顆星 轉浸給其他人 就是這樣 好了 譬如現在轉浸了 誠意就 扔開一、二連 下一個player 可以出 譬如兩個大象 好了 如果出兩個大象 那就無功能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此類推 全部在這裡 出 對了 之後呢 我們就到 誰出了自己手上的顏色 的時候 那個player 就會贏 遊戲就會完 之後 其他人 就算分 最高分的人 就是輸家 對了 這個Daisu的遊戲教學 就到這裡為止 出場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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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